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请大家分享一下 优衣库和IDRF的合作系列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首先呢 想给大家教一下 我这次购买到了一些毛衣类的单品 那第一件呢 就是特别清新配色的一个毛衣开衫 当时去买的时候已经断码了 然后我应该穿small的买 买的是medium 有一点点oversize的感觉 也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 有点过长嘛 我就把它这样子卷了两层 穿在身上呢 还有一点点可爱的感觉 特别的清新 它的成分呢 是含有25%的羊毛 没有说特别的渣啊什么的 在冬天穿的话 也是非常的温柔 偏可爱清新的一挂的 我觉得 我给它的一些搭配呢 就是首先呢 它可以当一个普通的开衫去穿嘛 大家也可以把它的扣子 稍微扣起来几个 然后呢把它扎在裤子里 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总之来说 我觉得这件基本上 算是可以闭录的那种 你推荐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件毛衣呢 就是黄色绿色 这样一个配色的一小毛衣吧 它其实还有一些粉色啊 米色在里面 其实说实话 我当时看模特穿 没有说那种 一下子打到我那种 但刚才那个开衫真的是 就第一眼就特别喜欢 上身其实还挺惊喜的 摆的是medium 但是这件穿在身上 还挺合身的 没有觉得特别小 反而穿上去呢挺显瘦的 就有一些空间感的感觉 而且它的成分也非常的天然 是100%的羊毛 非常的轻肤柔软 那上次给大家推荐的那羊毛衫呢 非常的相近的感觉 当时我买的时候 就觉得会不会就是 看上去颜色太杂乱了 但实际上穿在身上 还挺和谐的 因为它的这个配色 一个色系的感觉 比较纯色的一些衣服 搭配下的话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那第三件呢 比较贵的一件毛衣嘛 它是一个羊绒衫 100% cashmere的 它穿在身上的感觉呢 就是没有存在感 可以这么说吧 就感觉像在裸分嘛 非常的轻薄 然后比刚才那个羊毛衫 再要柔软一些 轻肤一些 当然它这个羊绒的成分嘛 这毛衣的size呢 我买的也是small 上身呢是刚刚好 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款式 但是往往这种基础的款式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搭配 非常不容易出错的嘛 之后买的这些大衣啊 西装啊 穿在里面都是毫无违和感 这件衣服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小小的 就是我不是觉得特别打满分的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透 我里面穿的呢 是我上次给大家推荐的 那个无肩带内衣嘛 它已经是非常肤色的这种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衣服靠近一些的话 大家看 所以说如果大家介意要慎重一点 但是它确实穿在身上 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很轻肤柔软 下件毛衣呢 也是一件我非常接喜的 一个3D打印的毛衣 我买的颜色呢 是一个橘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啊 每年的秋冬都会流行一波的 砖红色的这种口红色号 整个的袖子啊 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麻花的编织的 质量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穿上身呢 轻敷的 而且它的薄厚也是比较适中的 不会特别的厚 这个领子这个地方的配色 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可爱 没有一个明显的肩线 如果大家是比较肩宽的妹子的话 穿这个会特别特别的显瘦 因为我是那种肩线 本身就非常明显的人 我很喜欢它这个剪裁 如果大家好奇 为什么今天Summer没有入镜的话呢 因为今天我是晚上录视频的 然后它一般都是下午睡觉 握手 对了 另一只手 下面一位 珍丝的衬衣啦 这个应该也是他们家 今年特别特别火的一个单品 对于它这个价格 和它的这个品质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满分的 选的这个颜色呢 是叫做一个淡淡的 鹅黄色的那种感觉 它写的是natural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最好看的 因为觉得白色虽然说非常百搭 但是缺少了那么一丢丢的特别感 就是我自己个人是更偏爱这个颜色的 大家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光泽 真的无敌了 断码了 然后我就只能买了个medium 上升呢也完全的不会觉得很大 就是还挺刚好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挺值得入手的 我是比较推荐大家买浅色的 因为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呢 是更能看出来质地和这种色泽的 大家说一个另外一个真丝的单品吧 就是我这次购买了他们家的真丝的一个小丝巾 最喜欢的颜色我没有买到 就是一个米色的 我会把涂放在这边 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了 大家如果身边还没有这种真丝的小的丝巾的话 我强烈推荐大家就这一次去入他们家这个 这几个花色我觉得都还挺好看 挺百搭的 特而求其次选的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这种蓝色的印花 配上这个橘色的边 它随便的搭在身上啊 一个简单的T恤啊 或者是简单的普通的羊绒衫 就会让你整个office有一个小亮点嘛 就做一个点缀 然后它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个头巾啊 也可以做一个腰带 也可以系在裤子啊 裙子上或者系在包上什么的 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两款帽子 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百分之百样帽子 驼色的这个帽子 我是一个还挺喜欢买帽子的人 手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像这个是我应该是在Arysia买的 也是百分之百羊毛的帽子 米白色的 然后这个优衣裤子呢就是一个驼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ZK的这种黑色的 然后还有这种紫色的 正好是在UO买的 就是这些全都是百分之百羊毛的这个成分 大概的这些价格呢 我觉得好像是三四十加币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优衣裤子的定价 还是蛮合理的吧 冬天戴这种纯羊毛小礼帽 也能就是提升整个人的气质的 这个帽子呢是和他们家的一个小西服呢 是一个面料是百分之七十的羊毛 三十的尼龙 然后它戴在头上的感觉呢 就是应该说我从小都很喜欢这种帽子 这个地方呢又能头呢做一个修饰 同时呢这个帽颜呢有一种帅气的感觉 整个这个帽形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他们家这次出这个帽子呢 其实出了好多不同的材质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下面将给大家介绍这个外套呢 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帽子和衣服 是一模一样的材质和颜色的 就是我其实出于一个烈奇的心态 买回来的 看他们俩一起穿在身上什么感觉 放出来大家觉得好笑的话 就是忍住还吗忍住 就介绍一下这个西服吧 羊毛的一个外套 也是非常的保暖的 这个袖子的地方都是穿出来这个条纹的 所以说就露出来里面这个内衬嘛 穿在身上我觉得它首先是非常的保暖的 肩膀这地方呢是有微微的一点点的垫肩 穿上是非常的干练 非常的精神的那种 领子这地方还有灰色这个泥子的部分 挺有质感的 作为一个羊毛的西装外套来说呢 它也是挺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那下面一套呢是我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套 西装外套加上它的这个宽裤 而且它们呢都含有40%的羊毛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领子的处理啊 都是非常的有那种大女人的那种感觉 条纹的内衬这样露出来的话 都是还挺有质感的 购买这个尺寸呢是small 然后穿上也是挺合身的 就是它这些小细节做的都非常的不错 质感我觉得是没得说 肤子呢我就得提醒一下了 特别是小个子的美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下边是挺好看的 自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卷边的设计 其实穿这个裤子是非常的长的 再做一个卷边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它本身的这个卷边来的更自然 最好是就是稍微个子高一点 女生可能能穿得起来这个裤子吧 我也会给大家放一个我的上身效果 老爹鞋就是还可以 但是它走着走着就也会踩一点脚的那种 整体来说这个裤子不是特别适合想问的 下一个呢是一个牛仔外套 我选的是一个这种深色的 它牛仔这个面料是非常舒服的 不是那种非常硬啊 或者是特别软没有型的那种 就是刚刚好 这颜色我还觉得是挺好看的 这地方还挺贴心的 像现在有一件非常像的一件 牛仔外套是 Acne Studio的一个联名款 就是秋冬天的这个搭配性还是很高的 当时我去逛那个优衣库官网的时候呢 第一眼呢就被我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开衫 给吸引住了 那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毛毛的颜色也特别的温暖 是那种浅驼色 而且它不像有的衣服啊 就是这种那个边边脚脚子 给你搞一点这个毛毛 看起来还挺暖和的 里面就没有 我真的不理解那种设计 包括有些鞋子也是 它就弄一圈毛 里面没毛 冷不冷是不是 反正这件衣服我觉得是很实在的 因为它整个里面通体 大家看都是一个这种毛毛的 然后它的袖子也不是单的 里面是有一点点夹棉的 我感觉整体这一件的做工时尚感都是超级OK 两边呢也有两个比较大的口袋 就是也非常的实用 做出来了几种不同的穿搭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件衣服也是挺推荐的 如果大家需要一件 就是扛风的一个秋冬天的外套的话 这一件真的是可以入的 而且它也是不用怎么心疼嘛 因为它不是真皮的 所以说遇到水啊什么的 就一擦就好了 非常好打理的 那下一件呢 就出一个羊毛大衣 就是有一点点的没有抢到我的号 这个是medium的 然后我应该穿small 应该会更合适一点 它和去年的那一款是非常接近的嘛 只是这个领子和扣子有一些变化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年买过这个衣服的话 就不用再买这个大衣了 它的这个成分呢是70%的羊毛嘛 所以说价位和这个成分也是非常的匹配 对得起它的价格 然后非常的保暖 然后这件衣服呢 不是这期IDL系列的 这也是用衣服刚上的一个毛衣 这还挺好看的 就一起下单了 给国内B站的小伙伴呢 看一下就天猫的货号 然后我看货号的时候就发现 这件毛衣的评价好高啊 就是全五分耶 所有人收到都是超级满意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觉得这个毛衣 从它的型来说是真的没得说 它的羊毛成分只有8% 它的细节处理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款式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毛衣 OK那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这期分享 所有的内容啦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您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视频提醒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干嘛